当勒布朗詹姆斯突破职业生涯得分3万大关的时刻,回忆他职业生涯的起点变得意义非凡。 为了庆祝勒布朗詹姆斯突破职业生涯得分3万大关,我们来看看九位詹姆斯得到生涯第一分时的场上见证者。 2003年10月29日,詹姆斯在萨克拉门托迎来生涯首秀,在那场骑士以92比106的比分落败的比赛里,詹姆斯全场贡献了25分9助攻6篮板和4抢断。 比赛首节还剩8分58秒时,詹姆斯凭借一季底线附近的跳投得到生涯第一分,当时在场上的球员都有谁,在詹姆斯得到3万分的现在,他们又在哪里? 注意,在参加那场比赛的所有球员里,只有詹姆斯依然在联盟校里。 萨克拉门托国王麦克比比比时,比比腾在大一赛季率领亚利桑那大学野猫队温顶NCAA总冠军,比时已经是他离开大学,开启职业生涯的第六个赛季。 在詹姆斯的生涯首秀里,比比贡献了19分7助攻,全场比赛,只有詹姆斯的助攻数9次多于比比。 此刻,去年6月,有人拍到了比比在费城参加B3-3对3联赛,照片中的他正被卡蒂诺莫布里防守。 比比如今离开NBA已有6个年头,他现在正在菲尼克斯他的母校影的山高中执教。 克里夫兰骑士卡洛斯·布泽尔比时,当时布泽尔刚开始自己效力骑士的第二个,也是最后一个赛季,之后他以不太光慨的方式加盟了由他绝世,据传布泽尔有意误导骑士, 导致球队以为布泽尔愿意与球队签下更丰厚的续决合同,决定同意放弃布泽尔的球队选项,最终布泽尔确实得到了大合同,大合同却是绝世提供的。 现任湖仁总经理罗伯·佩林卡当时是布泽尔的经纪人,他也因此是从经纪公司离职,此刻,布泽尔最后一次征战NBA是2014-15赛季为湖仁打球,在2016-17赛季在中国效力之后,他于去年12月正式宣布退役, 克里夫兰骑士扎伊德鲁纳斯·伊尔格斯卡斯彼时,在那只骑士里,伊尔格斯卡斯是唯一一位和詹姆斯并肩作战到2006-07赛季,实现队是第一次NBA总决赛之旅的队友。 当詹姆斯开启新秀赛季时,伊尔格斯卡斯已经迎来效力联盟第六个年头,之后他们继续并肩作战到2011年,中间仅有一段时间未成为队友。 当时骑士将他送走换来了安图湾·贾米森·伊尔格斯卡斯生涯最后一季在热火巷里,那个赛季正是詹姆斯加盟热火的第一个赛季,此刻,伊尔格斯卡斯现在依然住在克里夫兰,他加入了圣一格内修斯高中南兰的教练团队,担任布莱恩贝克的助教已有三年之久。 克里夫兰骑士里基·戴维斯彼时,在骑士选中詹姆斯之前,戴维斯曾有一句名言,乐布朗就是我们需要的拼图,在詹姆斯的新秀赛季中期,骑士将戴维斯和克里斯弥母·麦克尔斯图尔特打包交易到波士顿,换来了托尼巴蒂、肯德里克·布朗和艾瑞克·威廉姆斯,上图射于2003年4月,当时戴维斯和弹湖安瓦格纳正在展示骑士的九红金球衣,此刻,和比比一样, 巴维斯去年也参加了B3联赛,萨克拉门托国王弗雷的迪瓦茨比时,那年是迪瓦茨效力国王的最后一个赛季,布拉德米勒和他联维担任国王首发前场,揭幕战里,迪瓦茨贡献了18分期篮板,此后,迪瓦茨还在胡人效力了一个赛季,之后选择退役,此刻,迪瓦茨现在是国王的总经理,克里夫兰骑士达柳斯·麦尔斯比时,在一个赛季前,麦尔斯在骑士与快船 关于安德烈米勒的交易中,被送到了骑士,在詹姆斯的新秀赛季打了37场之后,骑士又把他交易到了开拓者,这位天赋一饼的前锋始终未能兑现自己的天赋,他在2006年效力开拓者时,打出了个人职业生涯最佳表现,可惜惜伤上他的那个赛季戛然而止,此刻,去年夏天,提胡签约达柳斯·米勒的消息,导致很多人在推特上制造了乌龙, 误以为麦尔斯付出了,根据DNV的报道,麦尔斯去年夏天已经宣布破产,便卖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,萨克拉门托国王配甲斯托贾格维奇,以时,斯托贾格维奇在那场比赛贡献22分是国王格芬王,只低于詹姆斯,他那个赛季场均贡献24.2分,并实现了个人最后一次前明星之旅,斯托贾格维奇后来展转效力印第安娜, 新奥尔良,多伦多和达拉斯,直到2011年诞初联盟,此刻,斯托贾格维奇目前为国王和迪瓦茨工作,在国王下属发展联盟球队雷诺大脚洋担任总经理,2015年,他受故成为国王球员人士和发展部经理,布拉德米勒比时,那场比赛也是米勒在国王的首秀,此前他的一笔包括国王,步行者和马次在内的三方交易中来到了国王,米勒的首秀没得到太多的关注, 不过他贡献了16分9蓝板,此刻,米勒正在加利福尼亚成立一家大麻工厂,工厂在1月初破土洞工